港深合作策略规划顾问林家勤说 相信北部都会区落成后 职位人口会增加2.5倍 工作职位就增长6.5倍 可以实现当区职住平衡 和解决本港发展南北失衡问题 施政报告提出建设容纳250万人 创造65万个职位的北部都会区 规划处前处长 港深合作策略规划顾问林家勤 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 相信未来区内的职位增长 将会远大于人口增长的幅度 可以实现当区职住平衡 现在的北部都会区 现在的人口少于100万 大概是95万、96万左右 所以将来人口增长有2.5倍 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工作职位 大概11万个 将来的工作职位增长是6.5倍 大力地改变了南北发展失衡的态势 我们现在在北部都会区里面 一间大学都没有 一间大的医院都没有 一些很耀眼的民康设施都没有 将来我们当我们想 我们这个北部都会区要有什么公共服务设施的时候 我们是要从一个都会区 级数的高度去考虑 他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过程未必一犯风讯 也离不开改变棕地发展等 以提供更多土地 希望市民理解 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也提出整合城新田科技城 连同深圳科创园区建立的港芯创新及科技园 处理创新及科技局局长钟伟强说 香港会继续发挥优势发展创科 从外循环及内循环两方面贡献国家所需 发挥香港所长 香港会继续完善创科生态圈 全面覆盖科研融资生产至市场化 同时与深圳以至大湾区的创科发展相互相成 他又说港芯创新及科技园 现在正是全速施工 预计2024年年底分阶段落成第一批白左流穴 无线电视记者 吴森鱼报道